现在我们介绍潜能 潜能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就是说热量传底 一般我们都知道是温度有差异的时候 热量会传底 通常热量都是从温度高的地方 往温度低的方向传底 但是物质里面有一种过程叫做相变 比如说你一块冰本来是固体 你温度升高的时候它会变成液体 它由固态变成液态 这就是相变 如果液态的水加热加热加热 变成气 沸腾变成气的话呢 那它又变成这个气态 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个时候 你冰如果要溶解成为水 一定要加热一定要加热 那我们又发现这个冰 溶解成为水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水里面有冰 冰不断在溶解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水虽然有加热进去 可是水的温度不会升高 那么加进去的热量跑到哪里去了呢 就是让冰由固态变成液态 那么液态变成气态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相变的过程中 物质虽然有一种形态变为另一种形态 可是物质的温度并没有改变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热在流动 可是我们看不到有温度的改变 所以像这个物质由液态变为气态过程中 所增加的热不是用来改变温度 而是用来拆开液体分子间的结合界 使分子的运动空间增大 同时也增加分子之间的胃能 所以在相变的过程中 要加入或者移除的热量 像冰要融成水 你要加热 水要凝固成为冰 你要把这个热移除 那这种热由液态变成固态 固态变成液态 或者液态变成气态 气态变成液态 与物质的种类跟相变有关 那现在我们看 如果有M克的某物质 在某种相变中需要能量Q 就是说它在向物质在改变 在改变的过程中需要这个Q的热量 总共有M克这个物质的话 那你每一克需要多少热量 那我们发现显然呢 这个热这种物质的相变是跟热有关 但是又跟温度的差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热呢 L就成为物质的浅热 M克的物质在某种相变中 所需要的热量可以写成这个 你M克的物质 它的浅热是L 这L呢 比如说 你由固态变成液态 我们称它叫做溶解热 由液态变成固态 叫做凝固热 然后由液态变成气态 我们叫做气化热 由气态变成液态 叫凝固热 等等 比如说固态变成液态 叫做溶解热 那液态变为固态的时候呢 这个叫做凝固热 由液态变为气态的时候 叫气化热 物质直接由固态变为气态 要成为升华热 那么同一种物质 比如说你冰变成水 它的溶解热 跟水变成冰 这个绝对值是一样的 一个是要加热进去 一个是要把热吸收出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想到的固态变成液态 就是溶解变成液态 是要溶解热 液态凝固了变成固态 你需要这个时候呢 凝固热就是它放出这个热量出来 等等 OK 这个图各位可以自己看一下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将一克的冰从负30度C 转变成为120度C的蒸汽 你看有一块负30 一克的冰-30度 现在要变成120度的蒸汽 总共要给它多少热量 我们画出各阶段温度变化 与功能的函数曲线 第一个阶段 冰要从30度变成0度 变成0度 这个时候呢 需要的热量就等于啊 这是冰的比热 冰的比热是这个 这是温度差 OK 一克 我们都画成一公斤 好 那这是第一个阶段需要的热量 你要给它62等7交2的热量 第二阶段 0度C的冰变成0度C的水 这个时候的热量呢 就是用这个前热了 那这个就是水的溶解热 溶解热 333个交2 第三个阶段 你水从0度C 现在冰全部融化了 变成水了 没有冰了 好 你要把它升高到100度C呢 你需要加热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用这个 这个水 这个是水的比热 OK 然后这是温度差 419 交2 第四个阶段 那100度C的水 化成蒸汽的话呢 我们就是用浅热 浅热 这是它的气化热 带进去等于这个 然后 145 水全部变成蒸汽了 我们再把它蒸汽加热 加高120度C 那这个就是 又要用这个式子 就跟温度有关了 OK 那这个就是水蒸汽的比热 好 那么我们把各阶段的热量 全部加起来 就是它的总热 全部加起来 就是需要这么多热 那这个图啊 这个是加热 变成这个120度的蒸汽 如果要把120度的蒸汽 又变回一克的水 那你要把这些热量移除才可以 你看冰 30度 负30度 变成0度C 这个时候 有温度的上升 当0度C的冰 变成0度C的水 你看温度没有上升 0度C的水 变成100度C的水 这个时候温度上升了 然后100度C的水 变成100度C的水蒸汽 温度又是没有上升 然后水蒸汽 由100度C变成120度C 这又上升 好 这就是供应能量的这个关系 好 底下我们就看热的传递 热可以从一个地方 传递到另外一个地方 热的传递总共有三种方法 一个就是传导 一个是对流 如果液态跟气态的话 就是对流 还有一种叫做辐射热 所以热的传递方法有传导 对流 对流与辐射三种形式 好 我们先介绍传导 热的传导 固体的物质 它的热量的传递 是用传导的方法 它就是说 因为温度 会让这个固体的物质 物质中的原子跟自由电子 产生振动 这个振动呢 振动的这个现象 会传从它的 相邻的区域 不断地向外扩展 就是把热传到其他的地方去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 这是一块物质 它的界面积是A 厚度是Delta X 那这个地方的温度比较高 T加Delta T 这个温度比较低 就是T 那热量会从这里传过去 那么我们现在 这都用实验的方法 我们来看的 我们假设 一个量 H 叫做热能传递率 它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单位时间每一秒里头 所传过去的热量 有多少 每一秒传过去的热量 有多少 这个叫做H 单位就是Jour Per Second 每一秒传递多少热量 叫做热量的传递率 那么我们用方程式来表示 就是H等于Q over T 好 我们证明呢 实验证明 当这个热量传递的时候 已经很稳定 就是每一秒传递的热量 都是那么大 不会说J秒传递的热量 比下一秒大 都保持一定的时候 我们称它叫做稳定状态 这个时候的热传递 跟什么有关呢 你要把这个关系记起来 它跟温差有关 你温度差越大 单位时间传递的热量就越多 跟接面积成正比 你接面积越大 传递的热量 单位时间传递的热量就越大 还有跟厚度成反比 你越厚的物体 单位时间传递的热量就越少 那这个K就是比例常数 K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称它叫做热传导系数 Thermal conductivity K在这里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如果我们上面看的这个薄片 Delta X区无限小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的热量 就是无限小 Limit Delta X approaches zero 那当然这个Delta T也几乎approach is zero 那么Delta T over Delta X 就是DT over DX 但是我们知道 上面我们讲过 你就说 上面说这个H是跟Delta T成正比 就是你温差越大 这个热量就越大 那么我们上次在看上面那个图是 这个热量是从什么地方 从高温的地方往低温的地方传 对不对 那Delta X也是从高温的地方算零 低温的地方算Delta X 那就是Delta X越大的话呢 那么传 就是说你在Delta X这么长的地方 有Delta 有H的热量传过去 这个H是跟Delta T成正比 那么现在我们写成 DX over DT 就是说这个温度随距离的变化 这个我们有一个名称叫做T度 温度的T度 温度的T度 这个地方是 你看这个热量 热量是从高温的地方到低温的地方 高温的地方到低温的地方 那就是说 这个X等于零的地方呢 T比较大 X等于Delta X的地方呢 T比较小 但是这个指示表示啊 这个DT跟DX成正比哦 这个是Delta X等于零的地方 T比较大 那Delta厚度等于Delta X的地方 T反而比较小 这个是T等于零的地方 温度比较大 T等于X的DX的地方 T比较大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正的 这个永远是一个正值 但是这个是一个负值啊 因为你Delta X增加 大家说T就是负的越多 所以我们这里要加一个负号 加一个负号 因为T度就是说 这个T是从小X到大X的增加值 这是温度 随X的增加而增加 但是我们知道温度呢 是随X的增加而减少 随厚度的增加而减少 DT over DX 叫做温度的T度 物理意义就是物质内温度的空间增加率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温度啊 它是从高温到低温啊 所以你这个厚度增加的温度 所以你这个厚度增加的温度应该更小才对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这样的一个物质 总共L长 G里面就是A 这边是high temperature 这边是cool temperature 那么热量从高温传到低温 热量永远从高温到低温啊 它的热传导系数 假定是K 那么我们就发现 用这个式子 H等于这个 然后两边积分 DX乘过来 两边积分 high temperature的时候 如果是 这个X算是零 cool temperature的时候 X是L 你看这个 所以这里要有个负号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积分积出来 H就是从 H就等于KA 这个积分原本是什么 负的 TC-TH 我们把负号乘进去 就变成TH-TC 那这个状况 H就等于这个 你看这是跟温差成正比 跟厚度呈反比 跟A呈正比 这是它的热传导系数 好 现在我们看 两个不同物质做成的物块 紧贴在一起 紧贴在两个不同的物质 界面积都是A 厚度分别是L1跟L2 传导系数就是这两块物质 不同的物质 一个是K1 一个是K2 好 那么 界面积都是一样 一个是L1 一个是L2 长 如果这里是T2 这里是T1 T2比较高 T1比较低 现在要求 稳定状态下 整个物块传过的热传导率是多少 就是QH是多少 好 那么我们现在假定 在它接触的这个地方呢 温度叫做TX 好 我们带刚刚这个式子 HIGH TEMPERATURE COOL TEMPERATURE 好 这一段 就是K2 A T2 减TX OVER L2 然后到这一段 K1 K1 A 然后TX减T1 然后这是L1 这相等就表示说 已经到了稳定状态 从这边流过来的热量 从这边穿过来的热量 全部都流到这个物体里面去 好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解出TX 等于这个 TX等于这个 那TX知道了 那我们不管带到这里 还是带到这里 都可以解出H来 H就等于这个 好 我们再看一个立体 这是一个绝缘的材料 比如说这里是一个蒸汽管 这个温度很高 它要从另外一个 从一个地方 当送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不希望它的蒸汽 热量从旁边流失 所以我们就在旁边 裹上一层 绝热材料 比如说用保利笼 或者是什么材料 这支材料呢 也是圆柱体 半径 半径 这个蒸汽管的半径是A 就是说等于这个保利笼管 内半径是A 外半径是B 那这个温度是蒸汽管 你的温度比较高了 High Temperature 外面的温度Tc 还是有热量跑出来了 不过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热量 这个H 是跟这个厚度成正比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越厚 再跑出来的就 Tc就越小 那我们带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要记起来 那现在我们怎么带呢 你要认识这个A是什么A 我们说这个A是接面积 什么叫接面积呢 就是热量传递的方向上面 跟这个方向垂直的这个面积 我们刚刚那个面积是一个平面 热量是这样传递 所以是垂直的 就是这个A 那现在的热呢 是圆着这个中心 四面八方传递出去 所以它是辐射状的传递出去 那么因此 这个接面要这样子取 取这个圆柱面 这个圆柱面 这个圆柱面 虚线化的这个圆柱面 这个圆柱面 这个面积是多少呢 就等于这个周长 二排R 乘上这个长度L 然后两边积分 这个带到A这里头去 这个积分都跟刚刚一样 积出来是这个 于是我们就从这里头 就算出H等于这个 它已经告诉你 这个材料 它的热传导习俗是K了 所以 我们就在这里头上 我们就在这里头上 那么 这次总算就是看看 这次 我们支柜 到跟照 我们先按照 我先按照